专业已经4月份了 前几天又开始下雪了 加拿大真不愧是只有夏天和冬天两个季节 在加拿大生活的人 衣橱里好像只有羽绒服和巨续衫 本来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大家好啊我是一飞 一个专注于大瀑布地区地产买卖的地产经济 上一期视频我们简单分析了三个城市 过去两周的地产走势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研究一下 看看过去的这一个月 大瀑布的地产市场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我们看看房子面积对价格的影响 三月份房地产市场房尔是2001到2500尺的物业涨幅最大 1500尺以下的房产从二月份的52万4涨到了54万 1501到2000尺的房产从二月份的69万下降到68.5万 2001到2500尺的房产从二月份的79万4,900 涨到了82万5 2501尺以上的房产从二月份的106.2万下降到了100.3万 您的房子是哪一个面积放在之内的呢 当然房子的面积并不能左右房子的实际价格 而且Bungalow的1500尺价格高于2story的2100尺面积的比比皆是 我们这里只是按照面积来做一个大致的对比 具体决定房子的还有您房子的年份户型 房子的状态等等很多具体因素 如果您想了解您房子的具体价格 还是得切身实地的到您房子里去转转了解一下 才能给您的房子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估价格 三月份一共有1563个新房上市 而二月份是921个新房上市 三月份上市的新房明显增多 三月份一共在出售的物业是二月份没卖掉的553个 加上三月份新上市的1563个物业 一共有2116个物业在出售 三月份一共卖掉了1135个物业 出售率是53.6% 二月的时候有777个物业售出 市面上一共有1449个物业在售 二月份的出售率是53.6% 和三月是一样的 出售率三月份和二月份旗鼓相当 出售率一样 那么价格走势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这期节目的重头戏销售价格 通过过去两周的迹象表明 我自己感觉大瀑布地区的房子卖的没有二月份的时候卖的顺了 我们的这一期视频就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一下瀑布地区的价格情况 2021年过去的三个月 一月份的中价位是606,786 二月份的中价位是62万5100块钱 三月份的中价位是62万整 一月份的平均价是66万025 二月份的平均价是68万6108 三月份的平均价是67万7199 中价位下降了5100块钱 平均价下降了将近8900块钱 三月份大瀑布地区的价格果然开始下降了 一飞二月份时候做的预测居然成真了 一飞一向是用数据来说话的 拔起风来连自己的脸都打 上一期视频我们比较了三个城市 瀑布 圣凯特林和索罗 两周销售价格的对比 今天呢我们来用同样的方法比较一下 瀑布地区五个热门城市 三月和二月的市场 看看价格是升还是降 我们先来看看Nagor4的情况 我们先从MRS把数据提取出来 然后copy到Excel文档 用最终的售出价格减掉较价 把高于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标记出来 然后统计一共有多少个物业 用平均之公司计算出来平均较价和平均售价 还有平均增长价格 最后我们统计出 二月一共售出90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 一共有37个 占比在41.1% 平均加价是35285 平均出售时间是10天 平均较价是646671 平均售价是681956 3月一共售出172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 一共有82个 占比是47.67% 平均加价4082 平均出售时间是11天 平均较价是615961 平均售价是65043 二月份的最终成交价 是68万出头 三月的最终成交价 是65万出头 三月比二月最终价格 已经少了3万了 由于哪根FOA的三月成交量足够大 我们再把三月的上半个月 和下半个月做个比较来看看 看看前15天和后15天的对比情况 上半个月一共出售物业73套 高于较价5万以上出售的物业有36万 占比是49.31% 平均物业加价是44,350 平均较价是620406 平均售价是664,755 下半个月一共出售了99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有47个 占比是47.47% 平均加价是36,935 平均较价是612,684 平均售价是649,619 上面说了一进入三月份 新上市的房源激增 三月份售出的房子比二月份多了将近一倍 但是也是由于房源多了 结果导致了价格下降 但是出售率却没有太大变化 处于一个饱和状态 二月的平均售价是68万多 三月份上半个月是664,000多 三月份下半个月就是649,000多 Negra 4的最终售出价格在于每半个月15,000到2万块钱的价格逐渐下降 想购买Negra 4物业的朋友 加价已经不需要那么狠了 总的售出价格还是高于较价的 大家不要想着便宜买 加价的时候理性一些 不要一拍脑袋就加上十几万上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Negra 4的Lake出售的情况 三月一共售出了40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一共有5个 平均出售时间是35天 平均较价在109万5579 平均售价在109万3997 二月份一共售出了29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一共有1个 平均出售时间是48天 平均较价是138万2013块钱 平均售价是133万209 Negra 4的Lake的物业没有加价那么夸张 毕竟价格还是比别的地区高了一大块 通过二月和三月的比较 二月的平均较价和平均出售价格 比三月份高将近20万 在市场上出售时间 三月份是35天 二月份是48天 三月份的出售时间比二月用时要短 但是二月份的平均价格和出售价格 比三月份要高 所以出售时间变长也是可以理解的 下面一个城市是St.Catherine St.Catherine二月份一共售出了100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一共有49 占比在49% 平均加价是51095 平均出售时间是9天 平均较价在618262 平均售价是665357 三月一共出售了233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 一共有146个 占比在62.66% 平均加价是61836 平均出售时间是9天 平均较价在587358 平均售价是649194 St.Catherine的价格三月份相比二月份 较价和最后售数的价格都有所下降 平均较价下降了3万出头 最后售数的价格下降了2万左右 加价增加了1万多 St.Catherine和Naguar 4都是重头城市 咱们也来分析一下三月份上半个月和下半个月的对比 St.Catherine三月上半月一共售数了100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的物业 一共有66个 占比在66% 平均加价是68206 平均出售时间是8天 平均较价是597912 平均售价是666118 三月下半月一共售数了133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三月份的交易量比二月份激增将近一倍还多 三月下旬比上旬交易量也增加了33% 但是实际出售房子的价格也在下降 最后的售价下降了3万 上一期的视频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只有Saint Catherine的房地产还在一直向上走 但是经过今天的比较 Saint Catherine也沦陷了 再来看看Wildland市场 三月一共售数了127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 一共有61个 占比在48% 平均加价是45218 平均出售时间是9天 平均较价是527021 平均售价是572239 二月一共售出45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 一共有25个 占比在55.5% 平均加价是53696 平均较价是555070 平均售价是608766 我们最后来看看Soro的地产情况 三月一共售数73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 一共有33个 占比是13.69% 平均加价是49149 平均出售时间是10天 平均较价是588237 平均售价在637386 二月一共售出33个物业 高于较价5万块钱以上的物业 一共有15个 占比在45.45% 平均加价是48639 平均出售时间是19天 平均较价是60988 平均售价是646564 通过五个城市的比较 刚刚过去的三月份 所有五个城市的平均交价和售出价格 都已经比二月份的交价要低 但是交易量都在剧增 进入到四月交易量一定会再次上升 成交价也会小幅下降 毕竟当房源增多客户选择增多 相对价格就会降低 这是逃不开的市场空虚关系造成的 进入到三月份以来 已经很少再有像一二月份那样 一个房子出来 15 20个offer一起抢的情况了 各位卖家现在一定要量力而为 不要想着靠抢offer把价格抬起来 三月份抢offer的情况已经不如二月份了 随着天气逐渐暖和起来 四五月份的房源一定会越来越多 三月份的交价已经明显比二月份降低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最终售价也在下降 这几天一非在给客人房子评估的时候 很多客人觉得现在市场很好 自己的房子不愁卖 有这种思维的客人要非常小心 目前的交价已经开始走低了 可能会有朋友让你把价格放低 然后等着抢offer 但是通过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市场大部分都是走这种套路 但是最终售价却没有比二月更高 房尔留所下降 列出降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先把您的房子状态调整到最好 然后按照房子的合理价格列出来 如果运气好的话 房尔能卖到一个好价格 如果故意挂低价 房子的状态还不好 很难卖到一个您理想的价格 甚至连房子该有的价格都卖得到 总结 三月份的房地产市场 刚刚进入到了一个稳定的阶段 最近交易的房子 除非叫价明显太低 才能出现疯狂抢offer的状态 其实就算这种物业最后拿到的价格 往往也就是房子实际该有的价格 甚至有的状态一般的房子 卖的还是要比市场该有的价格低 目前的市场已经很能像一二月份那样 几乎列一个房子 十几个offer就一哄而上 然后大幅超过了市场价购买了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 列出来的房子一定也会增多 到时候各种listing一定会百花齐放 肯定会对房子的价格有进一步的影响 目前根据最近的电话咨询来看 投资物业的业主很多都打算出售自己的物业 毕竟现在租金收入已经没有保障了 很多房东跟EP说 目前每个月能收到房租都好像捡到宝了一样 房东和房客的日子好像过得颠倒过来了 以前是房客怕被房东吹房租 现在是房东一到月初 就还怕收到租客的短信 告诉房东 这个月的租金我交不起了 以前每个月初收到租金 感觉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现在每到月初收到房租 就好像中了头奖一样 这日子过得简直是煎熬 每到月头都开始担心 租客能不能交房租啊 尤其是目前房客不交租金的房东 宁可跟租客达成了补偿协议 给钱让这些不能交房租的租客赶紧搬动 至少趁着现在的市场好 赶紧卖房子 还能把这些损失给补偿回来 也有的房东甚至已经都不管自己能赚多少了 因为购买时候足够早 房子增值的利润也足够多 本着能卖出去就行的态度 也不想以后再跟租客发生任何关系了 一非提醒大家 进入到了夏天 这种房东会大批涌入到房地产大军 房源也会大比例增长 毕竟大瀑布地区前几年吸引了大批房产投资人群的地区 一定有大批的投资人目前在摩拳插扎等待时机 一旦租客搬走 趁着目前房地产市场火热 马上入市出售这些投资产业转移资金 这样一来就一定会对市场有冲击 这些房子大部分是空房 方便买家随时看房 这些房子一般还都会做一些装修 乍一看上去 状态肯定会好过目前有人居住的房子 这种房子一旦上市 一定会成为出售自住房房东的主要金融对手 如果您想出售的是自住房 这些投资房以后上市一定会对您的物业受价有所影响 如果您想出售目前居住的物业 不妨咱们先聊聊 依非也会给您一些建议 如何能利用好自住房的优势 保持好房子的状态 做好房子的维护 花最少的钱 让您的房子卖到最好的价格 无论您暂时卖不卖房 只要您是房产的拥有者 您肯定想了解房产出售的时候 做哪些工作能卖到房子的最大价值 对您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帮助 对吧 好了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期的地产包块就录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请您点个赞给我个鼓励 如果您喜欢一飞的地产视频 也请按个关注 也是对我莫大的支持 我是一飞 一个专注于大瀑布地区地产买卖的地产经济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大瀑布地区的地产情况 请您加我的微信和电话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